哈喽安娜大 今天崇哥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童年时期中韩合拍的虐恋神剧 由刚出道的黄毅和韩国欧巴车人表 合作的《爱在离别时》 一看到这样的男女主角配置 就知道这虐恋的剧情不简单 求求你了 你不要走好吗 这个故事直接炸裂开局 上海SK集团的王董事长夫人 她在昆山的一个镇上 突然要生产 只能临时安排在了一个小医院 没想到隔壁病床有个死刑犯 她也在这里生产 两个命运完全不同的女人 同一天在这家医院 剩下了各自的女儿 医院里的护士就开始各种吃瓜嚼舌根 这些话真的狠狠地刺激了这个女囚犯 于是她就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决定 她当晚去探望女儿的时候 竟然偷偷地把两个孩子给调换了 那个年代真的好喜欢拍这种套路 女囚犯要她的女儿过上附加千金的生活 不过我还是想说 编剧难道你不知道 死刑犯如果怀孕生子的话 她就可以免除死刑的 第二天王夫人临别前 她看见了女囚犯抱着的孩子 这孩子一直在对她微笑 王夫人甚至喜欢 其实她在向妈妈求助啊 王夫人把她随身携带着一条项链 送给了这个女儿 女囚犯也顺时告诉了她 她给这个女孩取名 贝林 这个孩子 我给她取名叫唐贝林 随后她就把这个孩子 托付给了她的甜狗初恋 肖大伯 并非是和她生孩子的人哦 虽然我没有脸说这样 可还是拜托你了 洗油腿下过去了十年 虽然肖大伯把贝林置如己出 可是她的老婆非常讨厌贝林 嘴巴还特别毒 死丫头 她经常会带着她的儿子一起 欺负贝林 还时时刻刻地提醒她 你就是死刑犯的女儿 更过分的是 肖大婶要去有钱人家 做保姆打扫卫生 她居然让十岁的贝林 帮她干活 那个机器脚脚都擦干净了 一会儿检查 你这是赤果果的使用童工啊 万万没想到 他们来打工了这个别墅 刚好就是SK集团老总的别墅 他们在这里又见到了王夫人 还有顶记她身份的那个女孩 王素敏 这个素敏娇生惯养 她看不惯贝林帮她收拾房间 就空落了起来 他打我 混蛋东西 谁你敢动个动手啊你 伤心的贝林跑了出去 她结识了一位大哥哥明伟 明伟的爸爸也是SK集团的小股东 贝林和明伟是一见如故 他们俩聊得非常的投机 明伟还鼓励贝林 不要被她的大婶影响自己的好心情 听到这明伟更心疼她了 而王夫人看见贝林被打了 她也是莫名的心疼 于是就主动买了礼物 上门探望贝林 因为王素敏平日娇生惯养 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 整天就喜欢缠着明伟哥哥 可明伟又懒得搭理她 王夫人就送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给贝林 她希望贝林可以去和她的苏敏做好朋友 让她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交 搞笑的是 这两个小女孩什么都懂 他们两个为了给王夫人一个面子 就私下谈好 表演姐妹情深给王夫人看 你要是不跟我玩 妈妈又该说我了 你以为我是小狗啊 看在阿姨的面上 想好好对你 是的 帮我把帽子捡回来 知道了 你们两个可真会演示啊 可是素敏渐渐地发现 她最喜欢的明伟哥哥 好像更喜欢和贝林在一起玩 哪哪都带着贝林 素敏就疯狂地说贝林的坏话 她妈妈是死心犯 说是很坏很坏的人 干嘛 不走吗 快点 我还要送贝林回家呢 你怎么了 我在和你说话呢 她妈妈是死心犯 她是个坏孩子 哥哥 你别和她玩了 素敏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 我就真的不理你了 后来一次 素敏要约明伟哥哥 一块去游泳 明伟果然也要拉着贝林一块 素敏突然就有了一个 非常邪恶的计划 她在一个泳圈上动了手脚 然后送给了贝林 这个给你用吧 谢谢 更可怕的是 贝林下水以后 她要让明伟离开她 她就绿茶附体 明伟哥哥 我肚子痛 我受不了了 明伟哥哥 明伟哥哥 人家的肚子好痛了啦 她就眼看着贝林 一个人在海里游泳 这下有苦头吃了吧 从小就这么坏吗 命连败驰 再来四个 丧心病狂 谁吃就在此时 王夫人在医院接到了通知 之前她在素敏去医院看病 医生发现了 她的女儿素敏的血型不对 对了 素敏的血型 不是O型 是A型 以前像是一字记错的 王总和她都是O型血 女儿怎么可能是A型血 她回到当年 昆山的那个小医院调查 我想起来了 那个女的是个死刑犯 这个产妇的女婴的血型是 O型 没错 王夫人突然恍然大悟 难道当年生产的那晚 隔壁的死刑犯 和她换了孩子 在一想到死刑犯 之前告诉她孩子的名字 我给她取名叫唐贝林 激动了王夫人 赶紧就冲去海边 要找贝林 刚好就被她撞见了 贝林的勇娟漏机了 她即将淹死在大海里 王夫人奋不顾身地救了贝林 可她自己却 这幻娃的真相又沉入海底了 这宿敏娟还有脸怪别人 这个小孩真的太可怕了 从此以后 贝林也再也没有和王家人来往 喜悟的下又过去了十几年 贝林在昆山长大了 她成为了一名公交司机 而她养父肖大伯的儿子肖振锋 她一个人跑去上海创业了 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振锋说她的公司在上海缺人手 于是就让贝林去上海 帮振锋一块创业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贝林又遇到了小时候 和她一起玩的明伟哥哥 他们俩还刚好买了 靠贼一块的车票 不过此时他们俩还互相 没有认出对方 明伟就觉得 她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孩 贝林在坐火车的时候 居然还睡着了 甚至还烫口水了 是哈喇子 昆山到上海才多点距离呀 你们居然还可以睡得那么香 下了火车以后 明伟还要和她讲出租车 这家伙怎么那么野蛮 他这样还顺走了贝林那一包咸菜 十几年前王夫人去世以后 王董事长就没有再婚了 现在王董和他的女儿王肃敏 就是SK公司的两大领导 而明伟的爸爸是公司的小股东 明伟的工作能力也是非常的出众 肃敏就一心想要嫁给他 他甚至愿意把公司都送给明伟 我还有你老爸 总要从底线推下来的吧 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之下 明伟和肃敏打算过一段时间就订婚 在明伟的眼里 这就是一场商业联姻 可是肃敏却深深地走了心 我知道了 你咋不说已悦 这样的回答 肃敏居然感觉到了爱意 你看他多开心 可是只要你喜欢我 我们能够结婚就行了 另一头女主角贝林 在上海找到了他的大哥肖正风 正风开了一家IT公司 现在过得非常的舒坦 他甚至非常大方地 让贝林做他们公司的法人 结果他们公司就是一个 骗钱的皮包公司 他们诈骗了一个大公司的投资款 眼看事情败露 正风居然骗贝林 说自己要出差 一个人开溜了 路上小心点啊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头都撞门了有没有 正风逃走以后 贝林才发现自己做了法人要背锅 这份合同上的法人代表 是你的名字吧 我们只能把你当做这件事情的主谋了 什么 这件事的主谋 所以说千万不要随便 做什么公司的法人哪 然而被阵风诈骗的公司 刚巧就是SK集团 贝林就冲去了SK集团 请求原谅 你说你们俩是不是缘分 虽然他们俩之前在火车上见过面 可是明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们公司刚刚被诈骗 心情很不好 他懒得搭理贝林 贝林一路之下 一招KO了明伟 很好 很安详 姐姐你也太虎了吧 你应该去打阵风啊 因为故意伤害罪 贝林被抓进去坐了六个月的牢 贝林在狱中结识了两位狱友 成为了他的两个好闺蜜 出狱以后 他们三人就一起租房子 因为贝林有了前科 他现在想找份工作太难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清洁工的工作 还没有工作两天 他和姐妹们坐地铁上班的时候 又遇到了男主角明伟 一个大男人被女孩子拴了一下 就让人家吃摸摸头 够无耻够丢脸的事 你说你们两个是什么孽缘 突然 明伟的包包被一个小偷给偷走了 小偷被发现以后 就把钱包丢进了贝林的包里 你这是无药可救 这下可好 贝林又被抓去了派出所 贝林真的好委屈 真是无药可救 好在她那两个姐妹很给力 一路追那个小偷 真被他们俩给抓到了 不是贝林冒险的 是这小子 这两个闺蜜也太靠谱了 因为这次误会 明伟突然听见 眼前这个女孩的名字叫 唐贝林 那不就是小时候和她一块玩的 那个小孩吗 是叫唐贝林吗 是啊 怎么了 明伟突然就好心疼她啊 听说他们俩的误会 又让贝林被开除了 她立刻安排她的洋秘书 送钱去安慰贝林 贝林拒绝了她的钱 还把秘书给骂回去了 她说了 犯了错也好 做了什么也好 不是让下手来送点钱 而是应该亲自来赔你道歉 人生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会吃亏的 明白吗 此时的宿敏 还不知道贝林的身份 听了他们误会的事情 她就提议 干脆给这个女孩 在公司里安排一个工作吧 给她一份工作 贝林就这样成为了 SK集团的司机 明伟也就找到了各种机会 慢慢地接近贝林 还没几天 贝林就被她弄成了专属司机 她每天都要贝林陪着她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后来她还故意带贝林 去了昆山的周石镇 也就是他们小时候 一块玩的地方 贝林不知道怎么搞的 突然就晕倒了 哦 姐姐晕倒了 明伟就抱住她的时候 看见了她小时候戴着项链 她果然没有认错人 他们两个终于相认了 从此以后 贝林这个司机 上班都有了贵宾般的待遇 这就是恋爱的小把戏吗 接着 黑道上出现了一个 神秘的大姐头 樱花 她曾经也坐过牢 当年她在狱中 就和故事一开始 那个死刑犯是狱友 她清晰地记得 那个死刑犯临行前 向她炫耀 她把刚出生的女儿 调换到了SK集团 王董事长家 我在医院里把孩子掉了包 樱花现在没钱用了 于是她就冒充成 女性杂志的主编 混进了SK集团 说要给苏敏做一个专访 对了 请问王经理的血型是什么 什么 是不是A型啊 不是 是O型 父母也是吗 对 两位都是O型 她找准机会 非常麻利地割破了苏敏的手 取了她的血液 经过她的多方调查 果然被她发现 这个苏敏的血型不对 樱花就拿这个事情 来勒索苏敏 父母的血型 是O型 可小姐你的血型是A型 血型不同 后来苏敏自己也去做了一次 亲子鉴定 她也才发现 自己是个假千金 为什么会是 她只能接受了樱花的勒索 苏敏更是把樱花 请进了公司 做了她的特别助理 我会让你彻途彻尾的 过你富贵的日子 为了防止 真千金回来找她 他们两个就跑去了 昆山调查 见到了真千金的养母 肖大婶 等苏敏看到了照片 她一整个破房了 没想到真千金 就是她明伟哥哥的 专属司机 唐碑林 这个你拿着 我们来的事 不要跟任何人家 哎哎 苏敏就赶紧回去找碑林 要她离明伟远一点 因为碑林一直以为 当年是她害死的王夫人 她觉得自己亏欠苏敏 所以她想离开明伟 可是明伟不同意 明伟总是黏着她 还给她买漂亮的新衣服 和新鞋子 后来有一次偶然 王董事长在公司门口 被一个假孕妇给讹诈了 这么明显的男扮女装 你们看不出来 是咱们的女主角 卑林流着鼻血 都帮助王董事长 抢回了钱包 王董事长非常的感动 就邀请了卑林和明伟 晚上到她家里吃饭 等苏敏回家看到了饭桌 又破房了 真千金居然坐在家里吃饭 她突然一个激动 姐姐晕倒了 结果下一个画面 董事长和您去世的夫人 血型都是O型吧 O型 我跟她都是O型 苏敏小姐的血型是A型 原来你不是我的亲骨肉啊 你是杀人犯的女儿 有明伟的婚事 出了 明伟要娶了新娘 是我的女儿叫唐卑林 卑林 哎呀丫头 行了 哦家子 原来只是一场梦 医生说 苏敏只不过是受到了刺激 晕倒的 王董事长就猜测 是明伟和卑林走得太近了 才刺激了苏敏 所以王董事长就下令 把司机卑林 调去维修部上班 我想把她拍到维修部去 苏敏和樱花当然不会放过她 樱花在公司里到处散播 说卑林勾引明伟 害得全部门的人 都对卑林职场霸凌 都吃完了 吃到回家不就行了吗 就是 那个唐卑林 拿什么和王小姐相比啊 卑林也有想过退缩 可是明伟不管那么多 她现在就是喜欢卑林 我不会再放你走了 她转头就去找到了苏敏 提出要推迟订婚 我想我们的订婚仪式 还是王后延期吧 为什么要延期啊 为什么不取消 明伟不在意苏敏说的坏话 她现在就是要和卑林在一起 她立刻就去表白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这一次不是我知道了 看来是真爱了 谈恋爱以后 明伟第二天上班的状态 都不一样了 谈恋爱以后 明伟第一时间 就去和苏敏说清楚 打小到现在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妹妹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苏敏现在是无计可施了 她只能再次求助樱花大姐 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樱花就给她出了一个狠招 她发现贝林的哥哥肖振锋 在到处躲在 贝林会经常贴钱给她大哥 于是她就派人 偷拍下了贝林给振锋钱的画面 可是光这一点还不够 樱花还故意收买了肖振锋的一个朋友 大姐 她让苏敏从公司拿出新产品的机密文件 然后交给大姐 让她拜托肖振锋 去卖给竞争公司对手 这是SK公司 新产品的专利申请书 振锋刚好缺钱用 就真的照办了 这下可好 证据立眼全了 贝林和振锋有交易的照片 振锋卖掉了机密文件 然后就拿钱跑路了 现在所有的锅 又甩到咱们的女主角贝林的头上 我看你这是怎么跟我争 出卖机密文件可是要坐牢的 王董事长就抓住了这次机会 他给明伟一个台阶下 只要明伟立刻和他女儿王苏敏并婚 他就可以放过贝林 你和苏敏马上结婚 至于对唐贝林的处理嘛 我会网开一面的 那就按照公司内部员工正常的解聘吧 好家伙 你们这是一环套一环呢 明伟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甩了贝林和苏敏订婚 订婚当晚 开心的苏敏就带着大家一块去奔 国产剧就是这样 全都是订婚 这不是明摆着后面要毁婚吗 开完了party 明伟都喝醉了 可是他嘴里喊的都是 我爱你 贝林 这可气死苏敏了 虽然贝林没有被起诉 但他还是被赶出了公司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洗车工的工作 可是还没有干两天 苏敏就派人去把他工作给搅黄了 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他 知道该怎么办了 知道 贝林身边两个好姐妹就不爽了 他们两个可是非常靠谱的哦 他们找到了道上的一些兄弟 经过了一番调查 抓到了那个混蛋哥哥震锋 震锋 告诉我 你为什么加害唐贝林 我 我没有 你要干什么 你说不说 这两位闺蜜也太有安全感了 震锋只能坦白了 他不是故意要害贝林的 事后他才知道 他中了他那个狗有大劫的计 其实这一切都是王素敏陷害贝林的局 可是这些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 是那个王素敏一手策划的 两个闺蜜查清了真相 可是贝林不想再追究了 因为他自始至终 都觉得自己亏欠宿命 他一直都忘不了 王夫人当年为了救他而牺牲 于是贝林还是回老家开中巴车了 然而悲惨的命运接踵而至 他刚回来没多久就受到了一个噩耗 他的养父肖大伯 肺癌晚期 我估计他 还不过三个月 后来贝林陪肖大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刚好撞见了明伟 带着扭伤的苏敏 肖大伸就连忙上去套近乎 大小姐 上次你要贝林的地址 你联系了吗 贝林现在已经回到这了 什么 没什么 哎呀 让我保密了 你看我这张嘴 你这说漏嘴真的毫不刻意呢 正是因为大神的嘴瓢 明伟就开始怀疑 是苏敏一直在暗中搞贝林 苏敏现在也着急了 感情上他肯定是拼不过贝林的 于是他又使出了一个毒招 帮我清理干净 我要的是干干净净 一花又收买了那个大姐 却忽悠贝林 说他大哥正风欠钱不还 需要他陪酒还钱 那些对债的人 死活要去正风的老家 找他爹妈算帐 贝林害怕这件事 会刺激到癌症的肖大伯 他只能答应去陪酒 来来来喝一杯 然后还被拍了照 这段真的很离谱啊 就是因为这张偷拍的照片 明伟就相信 贝林为了挣钱给他养父看病 却做了夜总会的小姐 你为什么不能再忍一下 就这么变了呢 我真的是不理解 你不是知道 苏敏一直要陷害贝林吗 要让他结束了 有病 万万没想到 这夜总会的老板是个好人 他看出来贝林不适合做这个 反而把他调去了饭店 做了一个服务员 唐贝林干不了夜总会的活啊 贝林离开前 写了一封告别信给明伟 心里装满了幸福的牌照 真情流露啊 明伟突然又想追回贝林啊 明伟心里爱的人只有贝林 他不爱苏敏 真的是气死苏敏啊 你对明伟了解多深 你又能帮到他什么 你只会像个橡皮膏一样的黏着他 到底谁像狗皮膏药啊 接着贝林的养父 肖大伯去世了 樱花又帮苏敏 想了一个妙计 他们花钱收买了肖大婶 他要肖大婶去谎称 肖大伯领死前的遗愿 就是要他的儿子肖正风 娶了贝林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非要你们俩成婚 不可能吧妈 你们这些招数 真的是越来越无耻了 另一头 苏敏也开始催着明伟结婚 万万没想到 正风这个时候良心发泄了 他不想再祸害贝林了 正风毁婚了 并且在明伟结婚的前天晚上 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明伟 这明伟也是个恋爱闹 直接在婚礼当天逃婚了 这都是影视剧的基本套路了 逃婚什么的最浪漫了 明伟逃婚以后 一和去追回了贝林 他们两个又和好了 可是明伟却被王董事长 赶输了公司 他们家的股份也被回收了 你听见没有 马上离开 离开了SK公司以后 明伟就和洗白的正风一起创业 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手游公司 虽然他们现在过得很穷苦 可是男女主角的感情 是越来越好了 另一头的苏敏还是不死心 求求你了 在她的生日这一天 她留了便条给明伟 她包下了上海滩一家豪华酒店 希望明伟可以来陪她过生日 然而她忘了 这一天也是贝林的生日啊 她留下了小纸条 直接被男主无视了 并且踩在了小底 明伟今天却给贝林过生日了 而且还向她求婚了 赞 宿敏只能孤零零哪一个人 在饭店里哭气 接下来反派们就开始疯狂降致 之前陷害正风的那个大姐 他却找樱花大姐要钱 樱花却说她的任务没有完成 不给钱 还找人打了她一顿 后来大姐发现 樱花帮着宿敏对付贝林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她就跑到村子里面去调查 基本被她猜到 王家的钱金被调换过 想学我一样威胁王宿敏 这位老兄可真够聪明的 她威胁樱花赶紧给钱 樱花就说了 你把这个秘密给捅开了 谁也拿不到钱 不如他们一起联手勒索宿敏 樱花就让大姐用这个秘密 去勒索宿敏 让她交出SK公司 几个新产品的机密文件 然后卖给竞争公司 怎么又是这一招 宿敏为了保住千金的身份 她就把SK公司 新研发的产品资料 交给了大姐 没想到樱花突然翻脸 她派人把大姐暴揍了一顿 然后抢走了机密文件 她独吞了 这位阿姨 你是不是脑子瓦碳了 你分她点钱不好吗 没有拿到钱 还被做得大姐非常愤怒 她决定与时俱焚 直接冲去找王董事长 告诉她赶紧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接下来更离谱 王董事长回家以后就质问宿敏 她和樱花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没想到被苏敏反僵了一军 王董事长为了爱护女儿 再也不提亲子鉴定的事情 这种人是怎么样搞出 一个那么大的企业的 后来樱花拿到了机密文件 要去卖给金针对手 还是正风和明伟出手 阻止了她 正风在外面拖住了樱花 让开 而明伟在里面 揭发竞争公司不合法的手段 还拉着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李姐 小正风 你个王八蛋 来 多一会儿 李姐 辛苦你了啊 小正风 你给我回来 这段剧情真的是笑死人了 原本双方都不想再查真相了 各自安好也就算了 明伟的公司也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他们创业的小公司走上了正轨 以后你就给王家公司了 你这老板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抠门 然后就在他们公司的开业典礼上 女主角碑林突然就 哦 姐姐晕倒了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血癌 血癌 有完没完了 难过女主角之前老是流鼻血 他们现在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不够救碑林的 这个时候 王董事长又跳出来了 他觉得是碑林和明伟 一直在欺负他女儿宿敏 他要借这个机会帮女儿搬回一城 于是他就顾忌重施 只要明伟现在同意和王宿敏结婚 他就可以出钱 在全世界寻找 可以和碑林配对的骨髓 明伟实在没办法 只能再一次妥协了 王董事长也是很给力 很快就找到了适配的骨髓 原本明伟想一直瞒着碑林 先把手术做了再说 可是两位靠服的闺蜜 还是发现了 碑林得知以后就拒绝了手术 他说他宁愿病死 也不会去卖老公的 明伟也只能放弃出卖色孝 转头就和病重的碑林结婚了 你看看他们这结婚照 拍得多开心 这个时候 宿敏也才发现 自己彻底没希望了 明伟真的一点点都不喜欢他 痛苦的宿敏就在大马路上飙车 结果就给撞了 车祸以后 王董事长才发现 宿敏的血情不对 宿敏小姐 这是普通的A型血 可能什么地方 错了差错 宿敏也就认命了 他向王董事长 坦白了他知道的一切 我真的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碑林才是亲生的 真相终于大白了 王董事长真的好悔恨啊 他居然一直在折磨 他的亲生女儿 故事的最后是王董事长捐献了骨髓给贝林 他救了贝林一命 他们父女也终于相认了 爸爸让你受苦了孩子 男女主角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而王董事长他也没有抛弃宿敏 他依然还认这个洋女 那你就汉卫上老爸吧 老爸 嘿嘿 回归千金的贝林回了老家看杨母 杨母一见到他就变了一副嘴脸 谢谢你这么多年 把我抚养长大了 反正 你现在也不一样了 别那个嘴上来 来点实际的 经常给我动点零活钱 这位大神可真够现实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果然是中韩和拍的故事 完全就是韩剧的风格啊 有没有 不知道当年你有没有做个这部剧呢 好啦 最后贵球各有小伙伴 记得点个赞赞 别那个嘴上来 来点实际的 王董 扫花